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在最近開設六週年的慶典活動 雷槍在此也很感謝大家多年以來的支持 即便FGO已經沒有以前那麼輝煌了 但是大家依然願意肩負起拯救犯人類史的任務 希望以後也能夠跟大家一起繼續 探索不同的特異點和異文帶 也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一年 都能抽到自己喜歡的寵者吧 而在六週年慶典活動當中 除了有各式各樣的新機制和福利以外 官方也推出了今年的週年慶五星從者 關於週年福利相關的東西 應該會在這兩天內再發影片 因為今天主要要說的 是這位改變了紅卡體系的全新輔助 再次重寫FGO周回生態的週年角色 就是我們的高羊吉娃娃 而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和了解 最新的五星阿沙性 光之高揚斯凱爾的優劣技術和使用方式 變出了這部影片 稍微介紹一下 這名掃到不行 又強到靠北的五星輔助吧 還沒訂閱的就記得按訂閱以及小鈴鐺 並且追隨一下我的Twitch直播間 方便以後 嘗嘗更多不同從者的攻略喔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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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賦予紅卡攻擊時自身MP增加10%3回合的效果 同時產星20顆 技能3 我方單體紅卡性能以及紅卡暴擊威力提升50%3回合 同時提升紅卡的即興度5300回合 由於技能1能夠為單體充能50% 同時沒有裂滿的話基本上無法發揮衝浪特質 而技能3又會影響最直觀的傷害加成 所以我個人建議優先裂滿技1再裂滿技3 最後裁練技2 寶具則是紅卡全體寶具 在打傷害前會先提升自身傷害20%1回合 再對敵全體造成紅卡300%的強力攻擊 並且附帶滅氣效果以及提升我方全體MP10% 每年的週連角色基本上都會是改變FGO生態的逆天從者 而今年還真的出了一個讓紅卡從者也能寶具3連的逆天輔助 簡單而言就是讓一些自身MP充能50% 且技能CD在7回合以內的紅卡AOE從者 在你使出MP有100%的情況之下 能夠輕鬆的不換人寶具連發 功靈、白槍、魔根、BB等等都會在範圍之內 第一回合上除放第二回合自身和輔助充能 第三回合再來一次自身和輔助充能 只要自充的技能CD在7回合或者以內的話 雙砂弧的-4CD以及CD禮裝的-2CD 會讓你的充能技能在第二回合用完之後 第三回合便能夠再次使用 達到無視寶具回收強制充能連發 機制簡單而且容易理解 同時還有一些能夠依靠寶具或者技能回充的 也能做到類似效果 例如說藍莎、小莫甚至是最近強化的鼠鼓 這類能夠靠技能和寶具固定回收 配合技能自充的也是OK的 當然你也可以用紅卡以外的充者來做到同樣效果 只是少了除放增傷的話就沒有那麼殘暴而理 而且殺狐最大的問題就是作為輔助 沒有提供防禦面的增益BUFF 只能提供充能和增傷特攻BUFF 就跟鼠獅醬一樣 在高難度關卡中一旦充不過去 就會直接摔車 而鼠獅醬的寶具還有違避一次 和急死無效的效果 殺狐就真的沒有回血 沒有迴避機制 也沒有減傷效果 而且一旦不能組成雙殺狐的陣容的話 基本上一定不能做到紅卡寶具連發的 因為這個衝浪的系統是完全建立於 雙減CD的情況之下 而不能像藍卡隊一樣 我沒有鼠傻 有米缸 也能夠抱一隻鼠傻來混搭蟲浪 這算是殺狐的最大問題之一吧 但即便如此 如果你有抽到殺狐的話 基本上就能享受到最新潮的紅卡三連蟲浪遊戲 而且還是無視敵人數量那種啊 而禮裝的話則是使用一些常見的輔助禮裝 例如說持續產星的惡靈三連 送頭的堪板娘 以及各類登場產星的禮裝 當然啦 殺狐當輸出手的話也是可以的 不怪乎就是藏盃禮裝 但是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要注意開啟技能的順序 不然就會浪費掉減CD的效果了 總的來說 殺狐的強度 可以說是FGO四大名拐的 不知道第幾個人 但是也是FGO史上第一個 能夠讓紅卡衝著衝浪的周回輔助 在紅卡的增傷層面上 也是1等1的強悍 集星、產星、暴星出放 應有盡有 所以作為打手 他會更傾向於當輔助手 而且還附帶兩種特攻效果 雖然特攻效果的範圍 並不算廣 但也算是錦上添花了 再加上萬人的50%MP充能 以及減CD技能 在未來不只是紅卡從者 可以說是能夠創造的組合和玩法 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但當然啦 前提是你要先抽到沙狐 要是你不能在這時候抽到沙狐的話 相信我 網扣的日子 你被關卡霸凌的機會 還真的蠻多的 所以在此雷槍也祝大家能夠把這隻 又色又騷 又婆的羔羊斯卡亞 抱回家吧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啦 如果有其他觀眾的搭配問題的話 歡迎追隨雷槍的臉書 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關注下我的Twitch直播鍵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同時訂閱以及按小鈴鐺 觀看更多關於不同英明背後的小故事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地 Oz 我們的 Cyrilities 我們下地採用 Pand박 Bür Additionally 終혀讓你 我們的 vacuum 可不再 nell 我們 sno- 空中的正本当的 躃中的動物 但我們無關抵抵抬 就是ким locally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